我本想大聲赤賀的 但如果這時候做影片就可以賺太多錢 那個錢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還是 受不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凱雲 那歡迎收看今天的新龍之谷 OK我們好久不見啦 那個 昨天橘子接手 開服啦 那 這我個人 比較懷念阿幹代儀的期間 因為我 我不知道其實我個人質感是真的比較喜歡阿幹啦 怎樣講 難怪我接不到橘子的工商有沒有 好啦那我們就對 因為橘子剛好在開 就是接手之後呢 剛好在第一天就直接開了這個新的職業 然後 畢竟他賣了一個可以直接到95的藥水 我想說 我想說 好啦就給橘子賺一下啦就那500就那500塊花下去了 然後我才發現我現在好像已經拿不到那個 95怨龍的武器了 因為他要把主線全部通通解完才有才有辦法拿到怨龍武器 但是 我把主線跳過就拿不到了 所以仔細想想我好像還是白白噴了500塊給 我真的寧可把這些錢拿去 花在阿幹身上 好那不管怎麼說這個新職業是外賺職業 又是一個暗分支 沒有錯他的名字叫做 暗夜魅影 這個好像也是玩家 好像也是玩家 投票的 好其實我有點不太我也有點不太清楚 因為上一次 阿幹有出投票的已經是在 呃光羅的那個時候了吧 其實有點久了這種 這種會開放給玩家命名的 職業 應該是活動啦我覺得說這比較少見因為畢竟 你要是入選了一個很 奇怪的名字的話那也是 那對角色也是一種不尊重啦對 居然可以在上班時間看到 全部都是普通甚至還有雍色 好那不管怎麼說 我們 就是來稍微試玩一下這隻角色 那我們一樣不打副本我們一樣就是做簡單的技能示範 而且他的 怎麼講 黑槍的 技能 圖示還蠻 酷的就是怎麼講 以往我們像 黑戰 光 黑戰銀弓啊 我們不都是 就是一樣大藍色的 技能圖示嗎 可是問題是 黑槍他是有 他是有紫色的技能標示 這點還蠻酷的 然後我們就 稍微試玩一下因為畢竟 錢都花了 還是得把他賺回來的 話是這麼說啦問題是 那真的好嗎 哎不過好 好久沒有玩了 你們知道嗎 其實有個問題啊 那個 轉移 那個傳送啊變得好 好好 好難用哦 真真真真真不是我說可是變好難用哦 我還記得之前的某一次咒談會吧還是哪一次 官方就有提過這個問題他們就說如果各位覺得太方便我們可以把移除掉哦 想不到他居然把他給扮移除掉了我真的有點 他現在只能移他只能 移動那個 他現在只能移動 場地上的 鎮移小幫手 有點傷心啊 好啦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暗夜魅影 我們從事夢者 這個名字好聽哦 事夢者 他的技能其實相對來說比較少一點可是 這感覺還不錯啦就是 很華麗對 我覺得他最主要最有趣的就是在於他的被動吧 他是第一個在沒有就是怎麼講 沒有變身的狀況下就會有一些黑暗系的技能的感覺 就是怎麼講特效吃中的一個職業啦 而且他的特效不像是其他職業就是粉粉的那種 他是比較液態的那種感覺 這個荊棘是 墮落技能中擊中時吸收這個墮落氣息並且獲得荊棘泡泡 然後這個泡泡呢 最大持有數是100 維持時間是100秒 然後他的墮落技能呢分別有這個宿命論 利婆魯吉 鐵劍潛意識 孤獨人群 然後尖刺技能就是下面的這些 反彙編 成 有沒有他這個是 翻譯錯誤還是怎樣 我不太懂 我有點不太不太能理解 好啦那其實他講的這個尖刺技能就是下面的這一些 有沒有 尖刺技能其實就是像這一種 紫色的 技能圖示所以 他其實還蠻貼心的就直接幫你給 弄好了 那所以墮落技能就是這些 普通型 普通型態的這些東西啦對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好不好 這個宿命論呢 攻擊力5763% 其實不是我要說可是 後期的職業的 趴數其實越來越高的傾向喔 好那這個壽命論我們放我們已經放第一個了 可以來看一下 他的瞬間輸出傷害 也不用看啊就5000%嘛 哦他說是 對不是這個 我是把他丟下去了 哎呦第一個 可以用一般攻擊劍進行額外的迴轉攻擊 看一下 就是兩轉對 這個是一般的 然後如果你 在 接左劍的話 他會自己再轉一次 好然後泡泡他就是這邊有集泡泡有沒有 黃色這個 再來是這個 獨普 好 基本上這個是 一個水平回轉在一個 在一個 直立的回轉的一個技能 而且他趴數其實很高他已經是第2招囉 他的 趴數就很高了 喔他這個其實趴數是真的算高的 然後再來是第3招 血劍 這招是要稍微蓄力一下 算是比較 半戰裝 半戰裝的 技能啦 但是他傷害也是算高的 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的 但是其實這個職業最特別就是在於他的有一些被動 他的 技能招式配合其實算是還不錯的 喔那血劍的部分是有這個破甲的 效果在 再來是潛意識喔 其實因為是未變身所以他看起來會比較的樸實 不華麗 也確實是這樣子沒有錯啦 這一個他的趴數也算高 然後同時也是用來恢復 這個荊棘的 好技能因為其實 他是發動 發動下就會直接給你啟動那個 發動下就直接給你啟動10個然後再額外打擊會再回復這樣子 喔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荊棘下的這個 尖刺技能喔 這個是 反會邊 我還是覺得這是翻譯錯誤吧 這一定是翻譯錯誤啊 好那他是可以用一般攻擊劍師用起來用毛大力往下刺 然後持有荊棘20個以上的時候呢消耗荊棘 召喚尖刺 給予額外的這個傷害喔 消耗20個的時候 自殺攻擊自動上召喚 上自動召喚荊棘 加上自動召喚 然後可以在往下的瞬間再用一般攻擊劍 額外 進行尖刺攻擊這樣 然後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我其實沒有看到他往下啊等一下 哎呦 其實就是他往前衝的時候你再去做追加攻擊就可以了 還蠻 虔虔意懂的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子這個很奇怪的招式名稱 好那再來是怨恨 跳起來進行回准攻擊在 前進後在地面 斬擊 然後他需要消耗30個這個荊棘喔 回准攻擊上自動召喚尖刺 往下瞬間一樣可以額外進行用尖刺攻擊喔 那我們現在看他原本那樣子 這是舊模組對吧 我都認出來了這是舊模組對吧 哎天啊我按失敗等一下 這一次我們召喚啊 沒 沒那個啦 沒泡泡 好我們這次來召喚一下這個尖刺喔 哇這個 很華麗耶 這個怨恨其實看起來是蠻華麗的而且 哎破萬趴耶好可怕喔 天啊好噁喔 好啦那傳染病 用矛刺向地面並以衝擊或 攻擊周圍敵人喔 然後他需要消耗40個荊棘 那我們先看他 初始的技能 有沒有就是跟你們講那種 水水的感覺有沒有 好那我們這次來看看召喚荊棘的 召喚尖刺的這個 傳染病喔 如果你在他最後那一下再按一次一般劍的話會有一種引爆的感覺 這讓我想到毒爆其實 好那再來是我們的40大 可是這個40大我其實 親身用過之後我會覺得這個有點 滑而不實你們知道嗎 這個需要一點距離 給你們看一下他那個 很浮誇很浮誇的這個技能好了 有沒有這個 這個其實是很浮誇的一個技能喔再給大家看一次 重點是他還會靠在他的槍上給你看 而且這個動作期間是完全無敵的 太可怕了 這個拿來打龍的話 要是龍沒有無視無敵的技能那就是一個好 可以拿來躲的招式沒有錯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旁邊還有這個三招跟兩個被動喔 第一個醫治 可以接潛中快速跑步 有看到他的動作嗎 他就像這樣子一個撞擊的感覺 然後可以馬上接前衝 其實還蠻好用的 然後再來這個投影 一定時間內 自己的物理攻擊增加 墮落技能的荊棘獲得量增加兩倍 可以的話這一招最好是常駐會比較好 這招常駐的話其實還蠻好用的 但問題是他的 他的CD有點長就是了 因為畢竟他還有加到攻擊啦 那在這個狀態下 為什麼他會發亮 這個應該是接到 這個應該是接到 職業精通去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那首先是這個隨波逐流 這一招其實有點類似 黑法的技能 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他 這個很短 他這一招其實很短 而且回的血量其實也沒有那麼多 他最多就只有恢復5%而已 我記得黑法的有回到10%以上那樣 太久沒完了忘記了齁 然後再來是這個一字連擊喔 使用一字和翻滾後按一般攻擊箭矢可以大力揮動 矛的額外攻擊 就是這一招嗎 對 這一招沒有錯對吧 等一下 不好接啊 哦對就是 就是這樣子 哦然後這一個 孤獨人群等一下這個是 這是後面的技能了 不過他可以這樣接我還真的我還真的是沒有注意到 對我還真的沒注意到我們等一下再來講他 哦然後再來就是鎮壓哦這個防禦刺激強化前面的黑暗屬性 不會採取防禦姿態而是退後的同時旋轉攻擊 武中收到攻擊然後會採取防禦姿態 這代表說他是要 變成被動式的防禦姿態然後會變成攻擊性的這樣 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一個坡的感覺啦 可是其實傷害還蠻高的 對 他傷害其實是很高的 好啦那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他的變身的部分吧 哦這個變身 持續會他 他的時間內會一直獲得荊棘 那 會強化墮落技能並縮短荊棘技能的 省卻時間30% 自身的物攻同樣會增加30%哦 每秒吸收4個荊棘 攻擊力 攻擊力就是他變身10%攻擊力啊然後再來就是他持續時間是120秒 感覺還不錯 好那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他強化過後的技能會長什麼樣子 段數變高這個段數感覺變高 然後再來是這個 他剛剛是直接往下砸哎 酷哦 他的這個 槍丟出去會變成直接往下砸感覺還不錯 然後是血劍 丟棄了那個戰裝的部分會直接變成直接輸出 不錯啊 很棒啊對啊 再來是潛意識 然後可以追加打擊是吧 他沒有詳細的把他的段數跟 趴數分開的那個 這是怎麼講他沒有把他的每一段的趴數打出來所以 應該要全吃才會有這樣的傷害 然後再來是 我們前面提到的這個孤獨人群 剛剛各位也見到了他就是一個 旋轉性的打擊啦 那如果是強化過後呢 還是旋轉性但是 時間變得相當的長 強化狀態的話就是增加攻擊範圍跟移動速度 然後會以刺激收尾 其實真的感覺不錯啦我還蠻喜歡這一個的 喔那再來這個狂熱 是荊棘技能喔 向正面砸下強大的槍如果砸下10命中 會發動連續的強大攻擊 喔解除了 來看一下喔這個時候一定要命這個是一定要命中對吧 喔 哎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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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點猛啊 30或60以上的時候 哎好猛哦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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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總段數有多高啊等一下 這個有點噁心啊這個總段數 這個是消耗60個的 總段數總共65 combo 哇 這個不得了耶這一招 這個應該會是很強的主力技能 太猛啦 好那再來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啊 難得都變回來了孤獨人群也看一下好了 有沒有他的這個 範圍其實縮小了很多喔 感覺還是 一個比較依靠 就是你沒變身的時候會比較依靠 經濟技能啦可是 他是可以常駐 他可以常駐對吧 pvp呢 喔 pvp就不行了 這pvp的話他會比較 依賴的就是經濟技能 那經濟技能結束 不是 應該說變身之後 反而會變成以 墮落技能為主 這樣子 喔那他的 呃四個選項呢 總共分別是移動速度 減少增加12% 其實我不太懂這個算這個是打錯還是怎麼樣 然後這是 每兩秒最大體力恢復0.3% 我是選這個啦 因為這個可能 有可能他本來就是會減少12% 也可能是他打錯但是我選擇這個 因為速度 都靠實裝撐嘛所以其實 速度什麼的還好啦 然後再來是 所受傷害減少20% 跟最大體力增加20% 通常來說減傷會比較好 因為你不是血牛嗎 再來是 黑屬性 黑暗屬性跟 中傷 那這個就見仁見智了 因為現在中傷是 等比例成長 相對來說會比較好撐 對我那天我 我稍微看了一下那個 現在的裝備 中傷也加太多了吧 最後是這個 只用犧牲時可以立即獲得50個荊棘 以及犧牲的攻擊力增加20% 我覺得荊棘就是 PV 這個可以在PV PVP用 我個人會選擇這個是因為 我沒有要練他 這拿不到冤龍武器嘛是不是 不關我的事了嘛 好啦那我們來看他職業精通喔 力量增加50% 投影的 持續時間內 附加水波主流的 省卻時間變根本5秒的效果 然後利用防禦刺激防禦敵人攻擊時可以獲得30個荊棘 那所以 他原本是 16秒 使用之後他這個就會變得5秒鐘 感覺還不錯 他水波他水波主流這樣子 冷卻 冷卻時間其實減少蠻多的我覺得還蠻棒的這個職業精通 好再來是第2個喔 犧牲的冷卻時間減少起攻擊力大幅增加 犧牲到底是哪一隻 喔40大原來是40大 冷卻時間減少30% 其實就是拿來躲招用的啦因為畢竟他無敵那麼長對不對 再來是如果使用墮落技能將在一定時間內提升荊棘技能的30% 然後如果使用荊棘技能的話將在一定時間內提升墮落技能50%各持續時間為10秒鐘 喔以上大概就是這個暗槍的這個技能的小小示範 是 我實在是沒有心力去把他的其他裝備搞出來 所以 不用想了 我是不會把他拿去打副門的 其實整體看下來 還就是 可能是剛推出的 狀態下吧比較op 之後就等原廠 或者是 我不知道原廠那邊有沒有下修了啦 因為橘子這次好像是已經隔了兩三個月才開放嘛 但是時間又就是 間斷又被拉長 他職業平衡不到有沒有跟上因為我已經脫節很久 不過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就是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就是 新職業會以95等的方式 做 應該說 外傳職業啦 因為其實一般的新職業我們是可以先練好然後再去轉職 可是 外傳職業沒辦法 那我這次也只是心血來潮啦現在有沒有下一次我就不知道了 好那在這邊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想要拿怨龍武器的玩家呢 在這個 拼手指南裡面的活動 這個故事情各位一定要好好的解完到第 外傳8好不好 這個東西 他只會給剛剛好 能不能轉倉我不知道 但至少現在 如果你們想要拿怨龍武器 也就是 目前這遊戲最等級最高的武器的話 麻煩 好好解 不要跳過 不然你們會後悔 有啦 前面三張是可以跳過的 第四張開始一定要好好解 好不好 拜託不要再像我一樣像個智障了好不好 喔大概就是這樣子 喔 那 其實時間也差不多了因為也沒有別的也沒別的東西要介紹了其實 真的要介紹改版資訊的話我覺得這個會介紹不完 喔那還是最主要還是希望大家 金融之谷 他只是換了個代理 雖然說代理 會影響玩家的心情這是真的啦 就像我不想花錢給橘子這樣的道理 可是我還是想賺橘子的錢啊 好啦那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蘭西亞的這個外賺職業的 技能 小示範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在YouTube下方點個訂閱 一喜歡就可以德州每週獲得不定時的最新動態 也可以到粉絲場來按個讚 Twitter按個追隨 Twitter跟跟隨 那就是這樣子啦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然後不是我要說他的那個裝備其實送蠻大的 所以各位其實真的 真的想要好好玩的話 其實不會太困難了 畢竟轉移都他都送你三接 加10 還有什么 越言好說的嗎沒有嗎 好啦那就是先這樣子啦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就 看這個系列還要更新嗎 別了吧 好啦總之就是這樣子了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我們就下回再見啦 大家拜拜 拜拜